来时一晚撒 走时又是一晚 你对故乡的怀念有哪些 第一人对撒有着独特的情节 林医的撒沿着巷口路边 马扎矮凳 油条烤牌的路子 一直走了2400多年 撒是林医文化里的一股奇香 一直飘荡在林医地区人们的心里 外地时刻体会不到的幸福 全在林医人最爱的这碗撒汤里 很多年了 从小就喝 一般早上回来喝 晚上六七点的过来喝 情怀嘛 情怀撒 想喝的时候一星期可能会七天 头锅撒喝的就是情怀 是家乡的味道 亦是成长的记忆 第一头锅撒是凌晨两点半左右开始供应 由于头锅撒油多汤稠 经过熬制 很多人心肩舌尖就耗着一口 喝仨成了林医人一天开始的步调 炒羊撒是这条街三十多年的老家 我都走给你来找去羊撒 就传着油的事 在花城那场 现在用在那里啥一般都高藏了 就这个学在这儿 所以这个物价厂长一样开始盖着 那就是三毛钱 十毛钱 涨到五毛六毛七毛 涨到一块 一块涨到羊撒 羊撒就随物价厂长钱 涨到五块了 朝阳撒是这条街三十多年的老字号 以干净实惠 味道纯正而闻名 从当年的小张 传给了如今的小张 不变的却是对撒的传承 怎么说呢 就是老林姨都知道了撒管 我小时候呢 我姥爷就经常就是带我来喝 也不能说带我来喝 就是每天早上用那个保温桶给我打了 然后带到家里去 然后我就喝 然后这朝阳撒管可以说吧 就是伴随了我的成长吧 马上进入十一月 夜晚更显寒冷 此时店里却别有一番温暖 熬汤 放原料 火面 煎包 炸油条 热气弥漫 香味浓郁 喝洒有四大讲究 即热 辣 香 肥 一碗热撒配油条 烧饼 烤牌等食用 是美好的早餐享受 炸了之后身体很热乎 然后很有精神 最早的撒是用麦米做的 煮到麦米软 而不时筋道 汤汁浓郁的时候 加入姜和大量的胡椒粉等配料 一般的话 它会在早上十点钟忙完的时候 会放入新鲜的骨头和牛肉 煮汤一直煮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半 一般的话咱们这边汤的话必须得煮白就是 就因为它离数十几个小时 一点半我们这边师傅就开门了 然后开始熬杂 熬杂放入放胡椒 然后 一些就是放一些我们这个家的一个秘方 里面有很多中药 最后再放点香料 到最后就熬制而成了就是 大概半的时候就出第一锅了出第一碗就是 这是涂锅杂就是 做杂对火候时间搅拌工具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头一听选料上午便开始炙汤 四日凌晨才成杂 干这个88年开始干 干了三十多年 起早餐会很辛苦 天下早上一点钟起床 然后一直忙到现在都快两点钟了 一年365天 也就春节休息 那一星期左右 一天能卖一千多万吧 现在就是想把楼一杯的手艺传承下去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肯定是会在这个传统东西上加上自己一个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比如说 当时我做了这个外卖这个盒子 像很多外地人他不知道这个灵异的东西这个是什么 然后他会知道这个所以这个念啥这个 然后里面这个包装上还有一些牛骨啊 还有我和一些中药啊等等 我希望加上他的老牌星座 让他这个传统文化能够加入年轻的活力 能够越发新生 希望灵异的啥能够走出去 让更多人认识灵异认识啥 旧事旧时光旧情怀 留不住的岁月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在这座故事早晨 朝阳似一道温暖的时光 留住一座老城一条老街 应有的味道